9月10号早上6点左右,巡武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受害人钟某报警称,9号下午4点左右,一名头戴黑色丝袜手持菜刀的男子闯入其住处,持刀威胁并用殴打的方式迫使自己说出微信支付密码后,转走了他账户上的现金24000元,之后还威逼钟某拍下裸照,威胁不得报警,否则将裸照传到网上。 接到报警以后,我们高度重视,立即对现场进行勘察和询问受害人的当时具体情况。 由于案发时间与报警时间相隔十多个小时,民警在现场并未获取更多有价值的线索,民警通过先期掌握的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信息和作案前后的行踪轨迹,对案发地点及周边网吧旅馆等进行地毯式排查。 后面我们调取附近监控视频,基本锁定犯罪人的情况,然后对犯罪嫌疑人淘宝路线轨迹进行分析追踪,最终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藏匿地点。 9月10号上午,民警在犯罪嫌疑人租住的出租屋内将其抓获。 经审讯,民警了解到犯罪嫌疑人黄某因染上赌博恶习,导致债台高处,便起了抢劫他人财务的念头。 目前犯罪嫌疑人黄某因涉嫌抢劫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市民,如遭遇陆事抢劫时,虚冷静机制,切记不要与对方发生正面冲突,不要将犯罪分子激怒,要随机应变,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和劫匪斗志斗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